中華年夜落後 新港鄉雖然沒有團出營酒的災情 算發現部分的道路和提供有破損的狀況 那嚴重危害擁路人的安全 甚至影響到新港鄉和全香港人的安全 官員林根人和由相關單位 進手守護到維護民眾的安全 新港鄉民代表 紅營鄉將整個滾頭部存在到道路必須當中 可更必須很大旁 這條路是新港鄉六郎順土水站和西濱快速的路連接著 意思是因為受到連日大火的影響來破損 在這條街以外 新港鄉外景全香港的OK台風也做出破損來的 就是我們六郎順土水站 銜接我們台六十一線的銜接架架橋橋 因為連日來的大雨沖山 在銜接的連絡道橋墜 通風線已經剝離和造成危險 這條是符合我們全新船 它是新港鄉所有鄉民的鮮明安全 風水 這次的風胎 這次的大水過後 鐵鋒下線很嚴重 這兩次衣服都因為連日大火的影響 低速破損 鐵鋒破損去的地方 甚至產品台中腳穿進去都搭不住地 既然林鄉人就表示 將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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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連接處我們這個防信道路 和國道六十一號街風 已經來斷沖了 來斷沖了 來斷沖了 差不多要20公分 如果經過擋車到 我怕說這個橋墩橋 會整個落下去 在大路桂上 這個鐵鋒 都已經沈蝕掏空去了 所以這個安全很堪力 所以我已經聯絡我們追逐處 第三河川共我們提報去之後 快來維修 在第幾天來 快來做好 大路一直是科養公共建設 是不是根據耐用的天然因素基因 雖然說建戶一直標示 這次大路超過當初 建設標準太多 至少災害人人 是不是代表著建設 已經沒有負荷現況 建戶應該好好時刻 新中華新聞 李明洪 新港 蔡黃伯德